在過去一年,我們香港的體壇可以說是人才背出,特別有很多新人湧現 例如羽毛球的黃永琦、單車的國務亭 甚至乎有保齡球的新星蜜卓妍等等 他們在國際賽事上都可以說是令人眼前一亮 證明了我們香港在提拔新人方面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不過要令他們成為一位出色的運動員 當然是從少要開始接受培訓 所以港協契奧委會的奧夢成真計劃 正正為香港的體壇未來發展打好基礎 其實奧夢成真這個計劃 港協契奧委會是用了很長時間去籌備和救私 而計劃最主要的目的 除了希望讓一班退役的運動員 在未來的日子繼續學以致用 將自己的經驗向下一代分享之外 同時亦保障他們退役後的生活 另外亦可以從中發掘一些有潛質的運動員 有助香港體壇繼續伸火相傳 所以兩位主導對這個計劃都充滿信心 這個計劃其實就已經構思了很久了 2008年的時候已經是說了怎樣 即是退役運動員的計劃 由導役運動員的計劃 加上訓練青少年的計劃 兩樣東西合起來 但是我們覺得應該有一批退役運動員 而對教育方面有興趣 得益者會是退役運動員 因為他們又可以入學校教 又可以繼續讀書 另外就是學生 因為學生不是每間學校都會有 一些專項的體育運動訓練給他們 我們有一些退役運動員 如果他們很快地退役後轉行 就浪費了他們過去十幾年的訓練經驗 現在這個機會 奧夢成真就是可以讓他們 入學校教 又可以讀書 接著那些學生 又可以吸收到這些國際水平的 運動專項訓練的經驗 其實整體來說 這些學生得益了 接著他在學界提高成績 學界提高成績 接著他又在香港提高成績 其實整體來說 可以幫整個體育運動發展 其實這個計劃仍然處於檢討階段 未來一年 港業企奧委會 將會不斷檢視計劃的得失 希望未來投放更多的資源之外 亦都會增加更多項目 所以先導計劃 我們先試一試 看看運動員的反應 也要看項目的反應 也要看到學校的需求 我們絕對不排除 有其他新的項目加入 我也很有信心 因為我們這五位運動員 他們很有質素 我希望不久將來 他們會做到一些成績 學生得益 他們自己有得益 這個計劃就會慢慢壯大 要真正達到奧夢成真 港業企奧委會 當然會全程投入 不過 亦有賴參與的學校全力配合 兩間率先參與計劃的學校 有天水圍鄉島中學 以及伊麗沙八中學救生會 湯國華中學 他們負責的體育老師 已經準備就緒 全力揭助計劃的實行 好希望同學透過這個計劃 可以接受到一些高水平的訓練 可以從一些前港隊的運動員 他們的經驗 可以更加成為一個更好的運動員 其實現在各個運動員 亦都希望跟我們籌備開會議 希望會在不同的班級 教授不同的項目 包括保齡、蛙艇、田徑、足球等等 我們亦都希望每個運動員 可以到我們每一個課堂入面 教授一些學生 甚至乎可以挑選一些有潛質的運動員 去參與更精英的訓練 對於學生來說 這個計劃亦都給了一班小朋友一個機會 達成他們的夢想 像這位小妹妹一樣 細細哥已經希望成為田徑運動員 放了學之後 在操場中 我看到有很多田徑運動員 即是我的同學 他們正在訓練 我覺得非常之… 突然間我想起 我也很想成為入面的校隊成員 至於另外幾位同學 聽完奧夢成親計劃的內容之後 就更加堅定自己的目標 希望日後有機會為香港體壇 貢獻自己的力量 其實看完他們剛才的分享 都可能會鼓勵到我自己 可能目標可能是很遠 可能會鼓勵到我 繼續朝著目標繼續進發 這個我相信是每一個運動員的夢想 而我也不例外 我也很想成為一個很出色的 香港代表隊的運動員 每一個同學玩得運動 都有這個目標 以香港代表為目標 應該沒有人不想 每個人的運動員都會想 我也想 一班學生就立志成為 香港體壇的未來棟樑 究竟他們可否達成目標 導師的角色絕對是舉足輕重 今次的計劃 暫時有五個項目 分別是單車 賽艇 保齡球 田徑 以及足球 而負責的五位專業運動員導師 過去就以運動員的身份 為香港爭光 對於接下來的新角色 新挑戰 他們都表現得非常著弱 五位更加覺得 歐夢成真 除了可以幫助香港體壇發展之外 他們自身亦都獲益良多 好 首先這個計劃很有意義 我覺得可以幫到我 這段時間可以看我接下來 可以再怎樣發展 可以把我們學到的東西 放回去 教到學生 就可以 不會浪費自己之前 那麼久的專業訓練成果 運動員講求的是身心平衡 除了競賽水平之外 態度亦都非常重要 所以五位導師 亦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向學員灌輸正確的做人態度 其實現在很多項運動都是年輕化 加上你知道現在的青年 通常上網打遊戲 可能出去玩 就忽略了運動這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如果可以轉一個 不同的環境 去幫助 可以帶到很多人去做這個運動 我覺得其實會很開心 學生方面 我希望 以經驗去提點他們 都不要做井底之外 有很多小朋友 現在的小朋友 自以為自己很好 希望我可以提點他們 令到他們 在足球方面又成長 個人方面又成長 剛才聽完整個奧夢成真的計劃 我真的覺得非常棒 我也想參加 不過沒辦法 我年紀大了一點 不過不要緊 我可以將這個計劃 推廣給一些正在讀書的朋友 希望他們有之一日 會成為香港的奧運代表